不者于1987年加入地产代理行业,当年正值股灾,投资者损失惨重,楼市及楼价亦受波及,当年不者只是初歌,面对楼市突如其来的变化,当然无所适从,唯一能做的是继续专心工作,可能当年只是抱着学习的心态。 没有分析及担忧楼市后续的变化,反而没有包袱,得已容易存活下来。 至于当年楼市的投资者,同时亦有部分有投资股市的,当然损失惨重,认为楼价有排都难以收复失地。 之后的一年,又遇着社会事件。但楼市在几个月后回复生气,楼价直线上升,直至97年楼价进入高峰期。 正因这样,除了炒家源源不绝之外,也衍生了很多可爱非专业者。 导致全民佳炒,适直又遇上亚洲金融风暴。楼价应声倒地。当年无论是投资者、炒家、市民及地产代理,都认为楼价在未来的日子难以返回高峰期的价位。 楼价在当年的金融风暴之后,平均确实累积了接近七成的跌幅。当年报复的投资者无不受到重创。 很多已经去场,重归平淡的生活。但是,不者在这三十多年来的观察。 总结了一句说话有人持官归故里,有人漏夜赶科长。香港的地产确实特殊。 好象是长生长有。原因是买家入市的切入点不同。当高峰期的时候,持货者确实受到压力。 就要割价离场。当然损失惨重。没有实力者就要归零。 相反,资金充于具实力的。在这个时候入市。价格有了折让。当经济回稳时,就能赚取升值的差价。 每一次楼市的低潮,就会大洗牌。这时候就会出现另一批切入点不同的新买家。 就是这样,楼市的重新出发就可以延续。因为各行各业的成本相对减低。 对新的经营者相对容易。新切入点的经营者,容易赚取盈利。 楼市接棒的新主人翁就会诞生。 好。 先 decline。 先走了。 看起来吧。 根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